大家好,我是军师,系统讲解实战干货,带大家一起收割的军师 上周五呢,也是给大家更了一个微头条 然后,写文章的时候呢,是在十点左右 而发出去的时候呢,是十点四零 在文章的开头啊,我就告诉大家,莫为有支付大马给到大家 我也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就是这里啊 这个呢,是我前天复盘看到的啊 然后呢,我的操作是这个啊,也及时告诉大家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我昨天的微头条看一下 所以说我的微头条啊,你们一定要看啊 往往在末尾的时候呢,都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先点个关注啊 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就是讲集合竞价的八种形态啊 以前啊,关于集合竞价我给大家讲过一期啊 而今天的集合竞价的这个八种形态内容呢 跟以往是不同的啊,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前一天复盘看好了一些个股,对吧 那么当天开盘之后呢,你看他的竞价状态 如果是出现了这八种形态 那你在脑海中啊,就自然映射出这种竞价状态 是好还是不好,说明了主力庄家的一个什么意图 对吧,只要你学会了这八种形态啊 就相当于料敌于先机啊,对吧 你先于他人洞悉了主力今天的意图 他是继续连板呢,还是拉高出货呢,是吧 所以啊,真正的高手啊,他看完集合竞价之后啊 他就基本能对全天的走势有一个兴有成诸的把握了 第一种最佳形态呢,就是倒L型和上坡型啊 这个图形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就是资金啊,在极客竞价的过程中 突然把股价拉到某个位置啊 此后呢,就以此为基准点 然后逐步的上涨 看起来像个陡坡 当然这里要注意一下啊 他的量能呢,一定是逐步放大的啊 好,我们来一起看这张图啊 这个图呢,是3月11号的紫禁矿业啊 我选的都是最近的例子啊 最近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对吧 大家看这里 股价突然间拉升到某一高度,对吧 然后以此为基准呢,就逐步的上坡啊 同时呢,成交量呢,也是不断的放大的 像这种形态呢 在集合竞价中呢,就是一个比较好 比较强势的形态啊 那当然了,这种倒L型和上坡型组合起来 当然是最理想的了,对吧 那石盘中呢,会有各种变化啊 比如说单个的倒L型 或者是单个的上坡型啊 但是这里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无论它怎么变化啊,一定要结合量能来看啊 量价其升才是最安全的啊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啊 天山履业啊,也是3月11号的啊 这明显的就是一个倒L型,对不对 直接从这一点突然拉高到这个价位啊 然后一直在涨停价,封死啊 虽然说开盘的时候炸板了 但是呢,尾盘还是封得很死啊 再比如说这个3月11号的上风水泥啊 这个就是上坡图形啊 这明显就是主力庄家进攻的一个状态啊 开盘高开之后呢 一路走高,最后拉长停啊 好,说完了第一种形态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种形态啊 就是这个红盘区的阶梯形啊 它主要指的就是啊 股价逐步上升 整个走势呢 看起来像楼梯一样啊 出现这种图形说明什么情况 它一般都是主力有计划的 有预谋的做多啊 而这个图形啊 它有两个特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第一呢,就是在红盘区啊 记住 第一个呢,就是在红盘区啊 第二个呢 就是随着阶梯的上走啊 它的量能啊 也是要不断放大的啊 我们就拿这个案例来说吧啊 也是3月11号的江西同业 对吧 这明显就是一个台阶形啊 对吧 而且这种形态非常好辨认啊 大家只要记住 我刚才说的两点啊 第一呢,是在红盘区 第二呢,量能是放量的啊 那么这就是明显的一个进攻形态啊 这种形态呢 不是很多啊 但是呢,一旦出现这种形态啊 绝对可以说明主力的意图啊 好 那么第三种形态呢 就是红盘区的锥形加U形啊 什么意思呢 这里就叫锥形 这里呢,就叫U形 U形大家还好理解 对吧 那什么是锥形呢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形态啊 这种图形呢 它指的就是在极核竞价的开始啊 主力就猛的将股价拉高 随后呢 迅速的打压回落 形成一个锥形 就是这里啊 锥形 可能是资金小单试探 也可能是在9点20分之前 试探之后呢 主力撤单了 所以呢 在极核竞价的图形上呢 就形成了一个锥形啊 那么股价回落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挖了个坑 之后呢 主力又把它拉起来了 对吧 这说明有资金在做呀 形成了一个U形 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啊 同样是说明主力做多的意愿比较强啊 这里啊 这个形态有两个关键点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第一呢 也是最好在红盘区啊 第二呢 也是成交量不断的放大啊 这个案例呢 就是3月11号的轻松渐化啊 这里是一个锥形 这里是一个U形 组合在一起 典型的一个进攻的形态啊 尾盘是涨停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就是这个红盘区的上翘一字形啊 这种图形呢 主要指的就是股价从极核竞价一开始啊 就缓慢的拉涨 总体成一根小幅翘起的一字直线形状啊 就像这一段一样啊 当然这个图形也有两个要点啊 对吧 第一呢 还是量能要逐渐放大啊 第二呢 是最后几个竞价结束的时候 它的价格呀 最好是高于这个一字直线的最高价啊 说白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盘价 然后要大于这个值啊 是最好的啊 而这张图呢 质帮家居啊 同样也是三月十一号的啊 所以我给大家取的这些例子啊 都是最近的例子啊 最近的例子呢 才能更加的说明问题啊 好 关于这四种最佳图形呢 在石盘操作中啊 必然会碰到各种变形 或者是组合在一起的形态 对吧 所以呢 你们要把这四种最佳图形的基本形态啊 先熟记于心之后呢 你才能在实际操作中啊 一眼就能识别出 它是哪种形态和哪种形态组合在一起的 才知道主力的意图啊 下面呢 我也给大家选了一些组合形态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三月十一号这个四川金顶啊 这是不是刚才讲过的锥形 对吧 这里呢 是不是一字上铅 对吧 在红区 量能放大 开盘的位置大于这个一字形态的最高点 对吧 那这种版我们是肯定可以打的呀 对吧 再来看一个啊 宁波复达 也是三月十一号的啊 到L对不对 然后直接用个U形 对不对 然后直接一字啊 这就是主力强势的表现啊 对吧 还有这种啊 一字上铅 对吧 阶梯式向上 对吧 好 关于极客金架的四种最佳图形啊 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那么在明天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在极客金架阶段 四种最差的图形啊 也就是在极客金架阶段呢 我们一旦看到这四种最差的图形呢 我们要赶快的回避啊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呢 先给军事点关注啊 喜欢我的朋友呢 一定要给我点赞啊 你们的点赞 是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关注我不但带你们系统的学习干货啊 在开盘期间呢 也会有支付号码给到大家啊 谢谢大家 再见